大家新年好 今天是2007年的第一天 我现在有一个喜愿棒 希望在2007年的时候 大家各自的小小的心愿都能够实现 那我希望在2007年的时候 能够认识更多的朋友 那我在我身边呢 我就请来了三位我的好朋友 这位是2006我心我秀的总冠军王孝宽 孝宽跟大家打个招呼 耶 那这位是2006我心我秀的人气选手高雅元 哈喽大家好 那这位呢 大家可能不认识是我们的搞笑达人三百斤大庆 耶 大家有没有担心这个沙发会到时候翘起来 可能会有这样 大家现在这里放很多衬托 把它压住哦 它这个压 它一个敌我们三个了 那20072006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来听听2006的王孝宽 你觉得2006自己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当然是跟我心我秀有关了 然后其实昨天晚上我也觉得非常美好 那昨天晚上你干嘛了 对因为我那个首唱嘛 对自己的 也能看你一首能出专辑的歌能给大家唱 所以觉得特别开心 那首唱今天是第二 2007第一也是首唱是不是 对 那给我们唱两句好不好 昨天我都没有听到 大家欢迎一下 耶 对 对 嗯 嗯 就是新歌是这么唱的 也许你把我淘汰 我一点不奇怪 这不是一个比赛 我绝不放弃要keep on loving you 然后就去年那么多的选秀节目 其实真的这不是一场比赛 对我觉得这把它看成一比赛就没意思了 我觉得就跟新年希望大家一样能开心 就是什么事情都都别把得失心放特别重 就生活本来就是生活 但是我觉得2006的王孝宽最大的生活 还是从一个年轻人爱唱歌的年轻人 变成一个大家瞩目的一个明星 对不对 嗯 逃奔逃奔 哈哈哈哈 多少人呢 2006的时候 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2006最开心的 其实和小坤一样 就是感谢雪碧我心我秀 然后让那么多爱我的粉丝年糕们和我在一起 就是说他们 他们对我的爱 其实是体现在平时生活当中 每一点每一点每一滴的 嗯 就是非常的感谢 以前就是父母家人爱我 但是现在多了那么多粉丝爱我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嗯 昨天晚上你干嘛去了 真的晚上和好多好朋友聚在一起 对 然后到现在还没有睡觉 到现在都没睡过觉 那你看上去新人色还不错 还不错吗 嗯 年轻就是好 抵得好 没办法 抵得好 哎 那大庆啊 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我昨晚上睡觉 睡觉 为了上今天的节目是吗 对啊 我很敬业嘛 哈哈哈哈 你体色多好 2006的时候 你还是一直是这样的体重吗 对啊 嗯 十几年了一直这样 没有想过减肥 没有 你从小到大就是那么胖 不是 我小时候特帅 特帅 你现在也很帅啊 我小时候是那种帅 嗯 像小孝坤一样的 像小孝坤一样的 啊 啊 这也叫帅呀 啊 那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胖 怎么变得那么胖的 啊 那个后来开始做运动员嘛 嗯 然后体重就暴增 那时候开始练起拳击 我觉得你要就是练球那种 后来 就是那种推千球 后来又改向练成投掷了 嗯 那就一直没下来过 啊 人家说物以类聚嘛 我整天跟千球打交道 后来就像 就跟一个球一样了 对啊 那李宁乐对你来说 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最快乐的事情啊 上看通方的节目啊 然后 然后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像什么 激情三百斤 激情三百斤 我特别喜欢 你有三百斤要 对啊 特别喜欢他那种 特别自信 特别达官的那种感觉 所以叫 你叫搞笑达人是吗 对 你出去的时候 大家觉得你胖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自在 没关系啊 现在不叫特立独行 华众是宠啊 小星送给你 那2007年到了 大家有什么新的心愿 哦小坤 小坤 喉喉喉 睡觉 这个希望国家越来越好 然后只有他好了 我们才能好 哇 对 以后是不是想从事政治 我正在向学校协助 他申请 所以觉得这个 非常希望 小坤大声一点说 小坤可能昨天晚上参加演出 所以感觉有点轻 好 我希望能近新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然后能够成为一名党员 耶 我们中国共产党做了一名优秀的年轻人 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红星 一颗红星星 这还有一颗星星 对对对对 2007的时候我想 2006你从一个年 普通年轻人变成一个明星 是不是希望2007年的时候 自己生活能够希望像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对还是希望一如既往的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吧 嗯 然后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一下 2007年的我星我秀 希望它跟今年一样好 嗯 怎么帮助我星我秀呢 比如说做个评委呀 啊 明年就今年啊 今年我又快要去做评委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我想去 哈哈哈哈 刚才原来2007年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信念心呢 其实2007年 其实冤枉还是有很多 那首先我要祝福 就是祝愿就是和我在一起的朋友们 家人们能够幸幸福福开开心心的 然后就是希望早一点能够和全国的年糕们见面 因为明年的单曲和书也要发行了 然后六月也会有专辑 然后王孝坤 有可能里面有他的给我的一些保密 那这个2007年达人300斤告诉我你的心愿 我的心愿还和以前一样嘛 就是希望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笑 让身间的朋友家人 还有看过节目的人 都希望能够多笑两句 笑口常开 哈哈哈哈 那待会儿我们先聊到这里了 待会儿我们会继续聊 启明李翰 好谢谢 谢谢毛孝 谢谢我们南辕北校 也谢谢300斤 惊艳300斤 魏嘉宾 新年好 大家好 新年好 看到我们这里面就了 从来没有那么热闹过 新光异议嘉宾璀璨 那个是朱莉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 自己人 你算自己人 自己人 不好意思 那这是我们的搞笑达人300斤 因为他体重300斤 所以就要300斤 思考者 然后这两位大家很熟悉了 高雅元 我心我秀的高雅元 我心我秀的总冠金 王孝坤 然后这两位是我们上海的非常有爱心的普通市民 他们是最恩爱的小夫妻张琴和卫祥 大家好 那刚才我们其实也已经刚才聊了2006年最美好的回忆 2007年我的心愿啊 那达人你刚才说要给我表演一个节目的 对啊 这新年新迹象嘛 我就想想让大家给大家带来欢笑 好 然后呢 这个 咱们在节目上就先表演一下 好好好 看您笑不笑 好 我讲两个笑话 本来我想跳个舞的是吧 嗯 但是咱们这个 听说你会跳肚皮舞 然后对啊 跳舞跳舞跳舞 来来来来 跳舞吧 快快满足一下大家新年的乐望 肚皮舞哦 肚皮舞没有吧 肚十六圈 这个是不是要离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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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肚皮哦 有肚皮哦 哇 啊 你这还真有两只刷子啊 没办法 就是乱盖 人家是今天呢 那个小朋友说一下 不要去魔法 叔叔有特殊练过 有特殊练过 很难魔法 对啊 真是 好 今天讲笑话 嗯 说呢 从前有两只猫 嗯 一只是黑色的猫 一只是白色的猫 嗯 然后他们俩在那儿跑跑跑跑跑 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啊 对 突然间有个井盖 然后呢 一只猫 哎 白猫啊 就掉下去了 然后这黑猫就趴在那个 旁边那个下水道 就在看 看了半天 看了一个黑猫 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嗯 他说了一句话 猫会说话吗 嗯 对啊 我知道 他说喵 对不对 哎 朱丽叶 你有听过吗 没听过 这有点诚实的人都知道了 快点了 是不是啊 就说喵吗 他就说了一只喵 哈哈哈哈 这个可能听过 下一个你肯定没听过 这个肯定没听过 这个不好 这个肯定没听过 这个 太老了 好有事啊 说重新 我还是要听那个王相云和高原来唱一句新年歌给我听 哎 唱歌啊 好呀 好啊 好啊 呃